這樣講得太無趣了 現在你看 假設這邊有磁場 從上到下的磁場 然後呢 我有一個導線 從這邊過去 所以我只看到他屁股 有個導線 我的定格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他這邊導線怎麼辦 沒事 還是他移動 他為什麼移動 怎麼移動 往下的磁場 就相當來說這邊是N級 這邊是S級的磁場 想像 可以想像嗎 譬如我把一個磁片這樣子 這邊是N級 這邊是S級 所以就沒有磁場 那我一個導線 一個導線 像裡面嗎 都講過 會旋轉 誰會旋轉 導線 他就會 那個S級的話就會往上 然後N級就會往下 所以你用這個S級會往上 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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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線裡面一定有S 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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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腸就是顛倒 顛倒會不會就是造成他的一個相提觸 那我們講過啦 肢腸跟肢腸會盡量會想到同方向在一起 所以他應該會往我們移動 會讓同方向有多一點 沒有往下 往下嗎 所以這個腸就往下 會更多同方向在一起嗎 是嗎 看這個 看黑板 看黑板 看下面是 往右下 往右下 往這邊跑 好 假裝他跑到自己來 就他那邊 吃腸在這邊放下 這不是抵觸的更多嗎 沒有 這邊不是抵觸的 對不對 抵觸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他才是王主 他是王主一動 可以想像王主知道為什麼嗎 好 我們再想一次 想一次 這邊有一個導線 這邊有一個導線 兩條導線不往同方向走 這時候這兩條導線是被攜帶起來還是分開 會攜帶起來還是分開 分開齁 你看他的磁藝線 磁場是不是也是順時針對不對 他的磁場是不是也是順時針 對 這邊兩個磁場就相沖土了嘛 像沖土他沒有很順 他會有沖土現象 所以他怎麼避免這個沖土 他就彈開就好了 彈開遠一點 讓他沖土少一點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會往這個方向左移動 往左移動你看 當他移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他的磁藝場是不是這樣 這邊是都順了 這是變同方向 這邊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導線會往這邊移動 所以這個呢也可以用右手來表示 這時候右手比較複雜一點是 右手代表三個東西 第一個 這四根手底頭代表磁力線 因為磁力線很多嘛 大拇指代表電流的方向 看得出來嗎 磁力線向下對不對 大拇指向裡面 掌心代表什麼 掌心代表磁力方向 他磁力往這邊 所以當一個磁場 在空中有一個磁場 這時候才能電流方向給他 有個電流 產生電流的時候呢 這時候電流會磁力 所以這叫做磁跟電之間的交互作用 磁場跟電流交互作用就會產生 一個磁場產生 一個電流形成 這時候這電流會磁力 幫他往這邊推動 這叫磁跟電之間的交互作用 好了 那想像一下 這空中 想像是有一個磁場 是從這邊過來的 從這邊過來的 我有一個電流向上 這時候這個電流會向上 會受什麼力 這邊導線會受什麼力 這邊導線會受什麼力 有一個向上電流 它會受什麼力 比一下 會向哪邊 像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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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電流向上 向哪邊 像我這邊 是不是 我 你看磁場方向 電流方向 掌心是受力方向 就往這邊 他跟我玩 你是什麼 跟我朋友關係 跟我朋友關係 就是這裡 對 我們這樣子 換過來 就是我的導線 向上 有個導線 然後電流向上 然後它會往哪邊 對 這邊是磁場方向 磁場差不多有 地球表面都有磁場 我現在有個磁 有個電線 在中間 它有個電流向上 現在這電線受到什麼力 受到哪個方向的力 好 你看磁場方向 電流方向 再掌心受到力 向裡面 是不是這樣 那有理解嗎 好 那你不能理解 我們思考一下 電流向上 所以這個導線 從旁邊的磁場 是這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的磁場 它是要往那邊靠 因為這邊的磁場 跟這個 這個電流線所產生的 這邊的磁場 跟這邊磁場 是不是相反反向 相反反向的 相反反向的 台詞效果 所以它往裡面靠 好 盡量讓順方向多一點 所以它往裡面靠 這是 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那你看我製作 把一個導線 不要通電 然後電流向上 然後它就過去了 它是受個力 一定能夠過去 它是受個力 那誰叫受力力 你沒有說明 它為什麼受力力 我現在在聰明 你只是受一個定力 沒有 它是磁場方向的排斥 這邊有磁場 這邊有磁場 那再回來這邊 這個 好 那回來 這是一個磁鐵 N級 S級 所以磁鐵是這個方向 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 我現在放N級 S級 磁鐵現在是這樣子 好 這兩個磁鐵要靠近的時候 它是排斥還是相西 排斥嘛 你看 這個磁鐵場 它是向外的 這磁鐵場是向外的 對不對 是抵觸了 它就有排斥現象 所以磁鐵場 只要磁鐵場 跟磁鐵場是相對方向化 它就有排斥效果 這是從現象上觀察到的現象 從觀察現象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磁鐵線 只要是相反方向 它就有排斥效果 所以我們希望讓磁鐵線 是同方向越多越好 它才會比較穩定 或是比較低能量 所以當我們看到兩條寶線 假設它電流方向是同方向 這時候會怎麼樣 它的磁鐵場是不是這個方向 這個磁鐵場是不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在這邊 這個磁鐵場是向上 這個磁鐵場是向下 是有排斥效果 所以它是怎麼排斥 這個磁鐵場 它是兩條寶線 它是兩條寶線 是不是這樣子 這沒有問題 到目前不會是沒有問題 這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解釋的是 你從磁鐵場的現象 磁鐵場的方向來看 會排斥 我並不是告訴你一個結果而已 我們從磁鐵場來判斷 這個交互作動是怎麼產生的 好啦 那我們再回來 那其實它會向這邊吸也會向著磁鐵場 不會啊 會啊 為什麼 因為磁鐵場 熱的地方都有 我現在一個東西磁鐵場就這個方向 溫磁鐵場 你看嘛 假如這支導線 那磁鐵場這邊有 這邊也有 對 那在這邊它就會向這邊施壓 這支他就會向這邊施壓 這支他就會向這邊施壓 會就是 對啊 兩邊都有磁鐵場 呃 甚至它因為它這邊也有磁鐵場 沒有磁鐵場 所以這邊也有磁鐵場 沒有磁鐵場 那為什麼它有磁鐵場 你看喔 假設這邊所有的磁鐵場 都是往這邊 這整個交接磁鐵場都往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導線 但 空中 是這個磁鐵場是往這邊對不對 假設我的導線是這樣子 那它會往哪邊走 磁鐵場往這邊 導線往這邊向下 現在它為什麼向下 這磁鐵場所有的磁鐵場都往這邊對不對 就像成語講 那它為什麼向上 向上也是一樣的結果 可是就是磁鐵場 因為它的磁鐵場方向是這個方向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方向 是不是這個方向 嗯 在這邊的磁鐵場是 是順的 在這邊磁鐵場是膩的 是膩的對不對 所以就這邊來講 它想要把膩的部分排斥掉 它往上會排斥更多嗎 這個磁鐵場是無限多的喔 你要想任何一個導線 只是越遠的地方越弱一樣 但是它是無限多的喔 是無限多的 所以它往上走 排斥越多 還是往下走排斥越多 往上走排斥越多嘛 所以這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它需要排斥很少嗎 這不是一個我們所分打的現象嗎 N跟N排斥很多 所以它轉過來 N跟S幾乎沒有排斥 就吸在一起了 這是一個現象 磁鐵跟磁鐵有這個現象 所以當這個線圈所產生的磁鐵 無限多 你要想到這磁鐵是無限多的時候 這個線圈它往下所收到排斥是最少的 而且磁鐵都順了 對不對 因為這磁鐵是空中的磁鐵 都往這邊走 不管這邊一點是往這邊 後面一點是往這邊 所以這電線往這邊走 跟往這邊走 跟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往這邊走跟往這邊走 跟往這邊走怎麼差別 沒有差別 但往上走跟往下怎麼差別 有差別嗎 那是往他們走排斥 跟往下走排斥 往上走排斥 還是往下走排斥 這個磁鐵是這樣子的啊 外面的磁鐵是這樣子的啊 他是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 往下走 因為往下走是順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陳昱你可以理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你不經常記右手定摺 但是你可以用右手定摺 很快的去得到這個結果 因為我們在後面 可能在做一些判斷的時候 你需要比較快點得到結果 可是如果你思考 可以想像出這個結果 可以不可以 可以嗎 想像出這個結果可以嗎 想像出這個結果可以嗎 是你說 磁場是 你先講的是 我們想像一個地方 一個管子 這裡面有很多磁場 是空的方向 是不是大的 那你的導線在哪裡 就是這邊一個叫做導線 是 這個樣子的導線 還是這個樣子的導線 這個 這個 往裡面走 好 往裡面走 導線是這個電流方向 市場方向這個樣子 所以他往那邊跑 他會往這邊跑 圓形跑對不對 他會往圓形跑 蛤 他過不去 他會往圓形跑 沒有辦法 他就撞到牆壁 你知道在那個 我們有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 他叫做 大牆 牆子對動機 我們聽過 他叫做 加速器 圓形的加速器 他就透過這個道理 他讓 他讓電子在裡面被加速 或讓子子在裡面被加速 子子有在電嗎 電子有在電嗎 那他怎麼被加速 他是靠磁場 對嗎 磁場 讓他收益 然後怎麼加速 加速到他可以掉嗎 加速到他 快到光速的時候 他會撞擊另外一個原子 他就產生爆炸 我們要看看他爆炸之後 產生出什麼樣的粒子 結果呢 結果就會發現 現在最近的 最近的爆炸 發現了像上帝粒子 就是啊 我們吸個 吸個 就是我們在分析說 像好了 簡單來講 我想知道 這個東西有什麼促成 怎麼辦 拆開 拆開嘛 可是拆開拆開 拆開到原子了 我想這是原子裡面 什麼東西怎麼辦 在拆嘛 可是原子怎麼拆 用撞 用撞就對了 我就拿一個粒子一撞他 撞碎 撞碎之後 看他裡面逃出什麼東西 會不會 會啊 所以你要先把這東西先分析掉 這東西是什麼東西 假設這是一個原子核 那這是一個原子核 原子核 原子核 我們就說都是原子核 那假如他能對動完之後 出來的東西都可以 是我要的結果 那如果這是個電子 撞上去 我可以看到是撞上去 為什麼結果 但當然因為電子太小 撞上去的效果不明確 所以通常可能用直子 用一個直子 輕的原子核 撞到另外一個直子 撞上去之後 就看到撞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大概是怎麼樣 好 好其實你看 在 在地球 我們講說今天地球有磁場 地球因為有磁場 所以 所以 地球磁場 假設這是 地磁的感覺 這是ns 實際上是錯的 在地球磁場上面是sn sn 為什麼 因為這邊 這邊是s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吸引 地表上所有的 北枝北針 都是朝向北針 朝向北針 對 地球內部的磁場 實際上是sn 好 那我們 宇宙射線進來了 宇宙射線進來了 宇宙射線假設帶電的話 好 你先想想看 我這邊有個磁場 所以宇宙射線從電線掉下來 他要往哪邊跑 好磁場 電流放下來 對 這到哪邊跑 市場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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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邊跑 往洞邊跑 對不對 往洞邊跑 那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從這邊的 所以市場有的說法是說 我們 因為有磁場的關係 我們市場只能地球 避開一些比較 威力比較強的宇宙射線 宇宙射線會避開地球 他會轉彎 他轉彎之後 他就不會自己打到地球表面 那 他的說法是 會往地球的南北磁集中 為什麼往南北磁集中 因為它從上面下來 為什麼從上面下來 為什麼從上面下來 這個從 我們從整個 太陽系來看 從太陽系來看的話 是 譬如說 太陽 這是黃道面 地球可能在這邊 這不同的星球 那 大部分的 太陽也有情況 它會影響到整個 整個 這個叫做 整個太陽系 所以宇宙射線 過來之後 它上次都會轉彎 但是 從上面下來的 宇宙射線呢 會怎麼樣 就 就會被 就 就沒辦法被 轉彎嘛 就沒辦法被轉彎 對不對 就沒辦法被轉彎 所以 大部分 我們在 我們在地球表面 這個NAS 這邊的宇宙射線 都會被轉彎掉 會被轉彎掉 只有南北磁的 宇宙射線 是不會被轉彎的 所以 為什麼極光會發現在 它北磁 極光會發現在北磁 為什麼 特別的射線 因為它很強的射線 它沒辦法被消除掉 所以它往南北磁 因為南北磁不會轉彎 南北磁的 你想想看 假設 我把這根導線 轉成這個方向 轉成這個磁場方向 這根導線受不受力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根導線有什麼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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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線有什麼受力 所以你就是要想不受力 就不受力 因為它受力相當 假設這邊有個磁場 一樣是往前面 往前面的磁場 然後我的導線是這樣子 這導線所形成的磁場 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我往這邊移動 我沒有影響 我跟磁場還是一樣是交叉的 是垂直的 沒有影響 不會有那個 威風往上 然後交叉少一點 或往下交叉少一點 並沒有影響 往前往後都沒有影響 往後 往左往右都沒有影響 所以基本上 磁場是往這個方向的時候 我電流是往這個方向的時候 這個電流在裡面是沒有影響的 它不受力的 它不受力 它基本上在裡面是不受力的 所以只有一個狀況是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們講磁場跟電流場的交互 交互動作用 是一個三個九十度 是形成一個三個九十度 當你磁場方向決定了 電流方向是垂直的時候 這時候才受力 那像我們講垂直 事實上是斜角度也可以 你可以先說斜角度是有斜方向的力 它就有斜方向的力 所以 所以 地球南北極比較容易受 宇宙射線的影響 因為地球南北極的宇宙射線 進來之後 它不會受力 它基本上是垂直 平行 是平行這個磁場 所以它不受力 所以在北極南北極都不要 那麼看到極光是因為這原因 因為宇宙射線很多 好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磁場跟電場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們就做個 單磁馬達的實驗好了 我們今天想一下這個原理 單磁馬達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磁鐵 還有這是一個電磁 電磁呢 然後呢 我們在下面貼上磁鐵 假設啦 這邊是MG 這邊可以使用的話 所以它形成的磁場 是不是這樣 它形成的磁場是這樣 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如果用一根導線 這樣垂下來 碰到 我這個尾巴去碰到那個 線圈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事情 會碰到這個線圈的時候 什麼事情 火光 火光之外呢 電流是不是向下 電流這樣走 好了 那請告訴我 它會怎麼旋轉 它會不會有受力 它會這樣旋轉吧 我們想看喔 磁場是從這邊過去的 我電流是這樣子 電流是向下 所以它受個什麼力 受個往外的力對不對 它受一個往外的力 所以這個這個紅色導線 會這樣選擇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就做實驗看看 那同樣的 展示這邊的導線呢 這個導線做什麼力 一樣嗎 沒有油膚 時間 欸 想一下喔 這個導線是這個方向 磁場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受這個方向力 所以兩邊力是一樣大喔 如果 如果兩邊力一樣大 這不會選擇 對不對 兩邊如果都受這方向力 都不會選擇 試一下 市場你不等錯 往那邊講 市場你不等錯 你當左邊的講錯 市場 左邊的 左邊講錯 我們那邊 市場 電流 市場錯 市場錯 市場不是鄉上嗎 市場錯 市場向下 市場向下 電流向下 所以他往這邊 那這邊的話 市場是向上 電流向下 向外面 兩邊剛好 是受不懂的力 所以他往右邊 下一場就在做的 現在幾分呢 現在11分 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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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